一本格林哈尔,The Ungraying Dog主,2018年7月28日编者著,当我说令人作呕的时候,我指的是两种意思,他们公然反抗他们的东道国,并且以令人作呕的方式行事。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续的、卑鄙的活动,针对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和工党Labor Party发起的一场长期持久和邪恶的运动,毫无疑问,这与反有主义或种族主义无关,这纯粹是代表以色列和犹太人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背后的原因是科百奔和工党拒绝以色列游说团,要求放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目前关于采用反有主义定义的的争论,完全是由于工党不同意禁止任何和所有批评以色列的行为准则。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以色列游说团体。 如何对政治施加影响,敢于批评以色列,他们会让你遭受持续的攻击,把你贴上可怕的,种族主义的反有分子的标签,并尽一切可能反对你,隐藏在背后的,伴随着西方媒体的权力支持。 是丑陋、邪恶的,这种可怕的暴力的种族主义,不仅针对阿拉伯人,而且还有非白人犹太人。 这些招数过去曾使用过,1933年英国每日快报,B-R-I-T-I-S-H-D-A-I-L-Y-E-X-B-R-S-S-N-E-W-S-B-A-P-B-R的头版头条。 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反对新当选的阿道夫·希特勒·科尔宾是否应该成为英国首相,期待着类似的头条新闻。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不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英国政府,大多数人被教导要立即用一切力量对抗反对以色列或犹太人的是何人,无论他们多么微不足道和无害,被洗脑后相信,哪怕是一点点反忧的东西,都可能是通往死亡营地,毒气室和火葬场的第一步。 全世界的人需要清醒过来,了解犹太复国主义也受控制,并利用他们的真实本性,意识到他们被一个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导的有组织犯罪家族,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用作人体盾牌。 英国广播公司《犹太报纸》联合起来,反对工党的威胁。 英国的三家主要犹太报纸都在同一头版发表了文章,警告称,杰里米·科尔宾·Jeromy Corbin领导的政府将对犹太人的生存构成威胁。 犹太记事报Jewish Chronicle犹太新闻,Jewish Noons和犹太电讯报Jewish Telegraph的行动,正值人们对工党的反有主义行为准则感到愤怒之际。 他们说,该政党必须认同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对反有主义的定义。 工党表示,犹太人的安全和福祉是首要任务,而工党政府将不会对犹太人构成任何威胁。 上周,工党的新行为准则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遭到了犹太领导人和一些工党议员的批评。 尽管它包含了IHRA对反有主义的定义,但它并没有包括该机构的所有实力。 工党议员将在9月投票,决定是否在周一晚间的会议上通过紧急议案后,是否采纳IHRA的全部措辞。 在同样的标题,团结使我们站立,Unitalistan下,这些报纸称,工党在其新行为准则中稀释了IHRA的定义,而且该党顽固的拒绝,接受IHRA的定义。 他们表示,工党可以选择接受这一定义,或者被所有正派人士视为一个种族主义,反有主义的政党。 这些报纸称,自从吉里尼科尔滨·Jirman Corbin在2015年,成为英国首相以来,反有主义的污点和耻辱,一直在女王陛下的反对下蔓延。 工党资深议员马格丽特·霍奇上周在下议院质问科尔滨,据说他咒骂科尔滨,并称他为反有主义者,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政治编辑劳拉库恩斯伯格采访时,这位议员说, 当他发现工党尽管受到批评,但还是以这种方式,起草了反有主义的指导方针时,他为此大发雷霆。 格里菲斯在尼克·罗宾逊·雷克尔滨安的政治思考,Political Thinking博客上表示,科尔滨希望在党内营造一种人, 我们不能去对他说什么的话的氛围,这种想法是完全荒谬的,这不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想我们都希望有人对着你的脸说话,而不是在你背后说话。 破坏,英国主要的犹太报纸,At Jewish News,At Jewish Run和At Jewish Telegraph都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英国社会。 对At英国工党拒绝IHRA反有主义定义的愤怒和焦虑的报道,经UNTEDWESTANDIPIC B-O-A-R-D-O-F-D-E-P-U-T-I-E-S-A-D-J-L-C-A-P-I-C-T-W-I-T-T-E-R.C-O-M-G-R-E-4-8-6-4-1犹太新闻,At Jewish Newsick 2018年7月25日 但工党特别表示,他全力支持、捍卫和嘱咐犹太社区及其组织,下一届工党政府不会对犹太人构成任何威胁,一份声明说,犹太人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党的首要任务,在政府中,我们将始终确保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机构得到脱山保护,我们理解犹太社区提出的强烈关切,正在寻求与社区组织合作, 以建立对我们党的信任和信心,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该党表示,它致力于在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中,打击和根除各种形式的反有主义,区别是什么? 工党的行为准则,是在2016年查克拉巴蒂调查之后制定的,该行为准则确实在现了IHRA对反有主义的工作定义,并列出了可能被视为反有主义的行为, 但批评者指出,他已漏了IHRA定义提供的四个例子,指责由太人比他们生活的祖国更忠于以色列声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要求以色列比其他国家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将当代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的政策进行比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